莫次月经和B超不符合怎么回事 陈蕊妇产科主任医师 经常我们有一些怀孕的女性呢 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就说我的莫次月经算下来的这个怀孕的天数 和B超不相符合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知道呢 我们算怀孕的天数是从莫次月经来的那一天 距离我们现在的日子是我们怀孕的天数 那么有的人月经周期比较长 比如说有的人40天来一次月经 他比如说他是怀孕50天 和平时月经30天来一次月经的 他的这个天数就是B超的大小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算实际的孩子的这个大小呢 是从我们受精暖形成的那一天 距离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大小 那么对于月经周期比较长的 比如说四五十天来一次月经的人 他的排暖本身呢就比较晚 所以呢他的这个月经周期 比如说是60天跟我们月经周期是30天的 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呢 他做B超他的孕囊的大小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孕囊大小呢 也要结合我们的月经周期来判断 当然呢除了以上的这些情况呢 对于我们有些女性 比如说他服用了一些药物 导致了好几个月不来月经 或者有一些其他方面导致长时间不来月经 后期在受孕以后 他算的这个月经的停经的天数呢 跟我们的B超甚至还大相径庭 所以绝对是不能完全的按照这个停经的天数 算我们的这个B超孕囊的一个大小 专家提示 1.B超检查怀孕情况 是以受孕软形成开始计算一囊大小 部分患者因为月经周期不规律 会出现末次月经计算法 和B超检查结果不符 2.由于末次月经计算法 存在一定特殊性 临床主要以B超检查结果为准 1.B超检查结果